我要順利回家 我要我繼承道路 我要順利回家 我要順利回家 我們想到回家 回老家 我們在那個招長當路 有時候我們一直玩 穿那個羅湖這樣穿過來 那要怎麼辦 這起困擾當地居民 長達五年的土地爭議 發生在桃園復興高照部落的第五林 因為一位黃心地主 自從民國一百零三年 取得高照段七百八十四號土地之後 一百零四年以私有土地為由 在入口處加裝鐵鏈 限制其他民眾通行 但由於這條道路 是過往高照居民 對外銜接羅馬公路的主要連外道路 現在因為地主擅自刨除路面 又封閉道路 不只嚴重影響當地居民行車安全 還得再花費更多時間力氣 繞行到另一條新闢道路 才能抵達自己的住家跟農耕地 他第一次封的時候就是把柏油路 就是用泥土蓋掉 我們一進去就摔倒 我們自己想要在我們自己土地上面耕作 那這過程中都是百般的受到阻擾 那包含自己我們工作的車輛 也都在這個過程中 有深陷在被破壞的這個道路泥泥裡面 不只如此一個封路決定也導致不少需要外出就義的族人 被迫選擇另行住所 以連帶影響返鄉青年的創業夢 甚至也讓無法頻繁回家的族人遭到外地有心人士闖空門 然而其實早在一百零三年當黃信地主跟原地主交易土地時 曾經同意簽署土地永久通行協議書 附信區公所跟桃園市政府也分別在一百零三年跟一百零七年 認定這條道路為繼承道路 但黃信地主不符 因此向內政部提出訴願 獲得原處分撤銷 判決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也讓當地居民組成自救會 在一百零八年為請律師提起行政訴訟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開庭 主要就是在審查內政部訴願決定撤銷 桃園市政府原來認定是繼承道路的一個處分 內政部當時他訴願決定認為說 這個不是特定人在使用 那這個部分我們後續會有請法院來傳訊相關的證人 可以證明就是說在當地事實上有好幾戶住家 那他們辦婚商洗禁事實上都會使用到 所以他跟保護高到部落族人的適當住居權 跟文化權都有很大的影響 主任認為內政部只聽取片面說辭 且並未實際下鄉勘察 認為這項判決罔顧族人權益 對此內政部回應案件已經進入司法階段 不便說明 原視新聞就在馬布拉瑞亞台北市採訪報導 未必採訪 calendar 再次鎮定罐 防署 打庵